由外貿協會舉辦的創意發明商機梅合展 今天在台北市貿易館開幕 一起來看看有哪些新奇的餐展品 風扇轉啊轉 發電機就能透過微風的驅動 儲蓄電力進而發電 不但輕巧又容易使用 未來還有可能解決 台灣日益嚴重的能源問題 一般的風力發電機 要在風的足夠狀態下 然後它才能驅動 然後我們的風力發電機 就算在風很微小的狀態下 也能做一個儲能發電的動作 創意發明商機梅合展 28號登場 不少發明家起居一堂 現場充滿五花八門的發明 除了精密的電子儀器 更有人搬出射擊模擬器 不但能降低打把石的危險 更能拿來培育奧運選手 實在是一舉多得 而談到發明 除了電子設備 現在大家更重視的是文創發明 我們可以印上任何設計師的作品 在我們的外觀上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的相機 是非常獨一無二的 我們走文化創意 我們走個性化的設計 讓它變成不再只是相機 它超越相機 變成每個人身上的一個配件 只要輕輕一按 用紙做成的相機 就能將拍下的影像 存入記憶卡內 不只輕便環抱 更能打造自己專屬的相機 展現個人特色 其實台灣人的創意令人驚豔 但經常卡在沒有資金 無法商業化 可惜了台灣人的巧思 市場商品化成功機率 大概是百分之三 我們當前來講的話 是千分之三 所以十倍差十倍 所以經過透過這個煤盒 我自信也有自信 這個商品化的機會會增加很多 梅河展就是希望幫助 有創意的發明家做行銷 這一次共有197家廠商 238件創新作品參展 平均每家廠商能獲得 四次的洽談機會 雨田TV 陳旭文 王家宏 台北報導 降伏 早 有